好 欢迎回来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上半年的基金市场回顾 其实大家心情会很好的 然后呢 他刚刚又带咖啡给我喝 然后告诉我外面下雨了 所以你看他身兼多功能 可以告诉我们基金的状况 可以告诉我们天气的状况 好 先欢迎一下我们成兴基金品鉴 台湾区的副总的曾淑英 淑英好 云芬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 我刚才讲就是说 下午可能会下雨 现在已经飘雨了 对 已经飘雨 但是他现在比较像雷震雨 就是一震一震 可能下个几分钟又停这样子 有 刚刚费荣很关心我 他说你有没有带雨伞 我说有 因为我带了一把很小的伞 他没关心我 我都没带雨伞 你出去的时候可能就没下雨了 你分量这么重 你一出去都不敢下雨 分量这么重 不敢下雨 急人 一走出去就 他会有个间歇 让你回到家之后才哈拉哈拉响 我们来看就是上半年 因为已经到六月份了 那就整个上半年评估一下 我觉得上半年 当然都是赚钱的几率会比较高 可是真正有赚到钱的 我觉得还是有限 就是要撑主 老实讲就是要撑主 因为等一下如果我们念了一下 这个前面几年的话 当然我觉得 台湾的投资应该会是有感的 但是相对的 当然有些主别可能已经一段时间 也都没有去碰触了 但是但是我觉得台股的投资人应该是蛮开心的 有有有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 但我觉得就很像今天天气 早上大太阳 我一直想说这大雨特报是假的 但我出门前我真的看了一下 他真的写三点会露大喉 所以我立马的把晾在外面衣服都收 我不想回去重洗一次 但他真的 所以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讲说 现在的状况有点阴晴不定 所以投资人就是稍微还是要警觉一些 但我觉得今年如果你看的有些主别 譬如说我们刚刚等一下我们回顾的时候 如果你把台股看的太短 你可能就一直都不敢进去 不过老实讲就是涨的主别 也是像我刚刚在外面听到你们讲一下 那个NVIDIA现在昨天是跌嘛 但事实上我们上半年这一段掌声跟NVIDIA 应该很非常非常非常的直接相关 对因为他真的有带动AI的题材 我跟他讲说最好笑真的是我朋友啊 他买那个灰达200涨到400老婆要跟他离婚 为什么 这什么原因买太少了 我说你这老婆真是 什么理由都有 重点是老婆当初有阻止他买 有建议他多买吗 我不知道他只要跟我讲的啊 没有 云芬姐人家这是另类的炫耀 在告诉你他老婆买了 他老公买到了标股 哦 种�동ton 懂吗 我们没买到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回去等着被老公离吗 因为我们没有跟老公说你一定要买NVIDIA 那如果说其实有买到台股的都不错啊 你买到美国的股票其实也还不错啊 对 其实整个台湾核被销售的股票型基金 在上半年美元报酬大概有11.29 元币也有11.8 对 所以其实你就发现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上半年的成绩单来看 如果你买的标的在上半年交出了一个 不要说比11.29高多少 但是如果比11.29还要小 甚至出现了负值的话 那你可能再回头看一下这个组别 然后甚至还顺便看一下你的基金 跟同类型的平均比较起来是怎么样 我觉得半年是一个蛮好回顾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月我们会看一下 但每一个季每半年 所以其实就是稍微要看一下你的标的物 那我刚刚提到就整个上半年的话 整体台湾核被销售股票型基金美元报酬率是11.29 很好 表现第一名的呢 其实是产业股票的传媒通信 但这个标的物很少 但是问题是这个标的 其实也常常在过去这两年 一直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 极好极坏的出现 对他这次上半年交出了一个半年的美元报酬33.95 对然后一个月有10.44 上一季第一季是 这一季第二季是12.87 那一年有25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偶露的那个台湾中小型 第四名是台湾大型 所以我刚刚讲第二名是中小型 第二名是台湾中小型 第四名是台湾大型 他们的美元报酬率是31跟26.97 你看有可怕吧 但是一年只有23跟17 所以大家就知道去年那个下半年那一段 其实对科技股来讲都是一个重商 对那中间夹杂的第三名就是产业股票的科技类股 科技股涨风了 对所以你看前四名是不是都是跟科技股相关的 对那基本上就很明显的你就会发现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上半年是11.29 我们这四个组别台湾大型股票都还有26.97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看这前几名就涨得很凶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看个股的话 你会发现可能个股的标的也涨得顶凶的 你看平均报酬都有30 20几 那单一股票有的会标的比较凶一些 对那第五名呢其实是美国大型的成长股 那你说成长股跟科技有没有关系 有基本上还是有 所以其实你看前面五名是不是族群都很接近 对所以如果你有买到前面五名族群的标的 然后有报酬的 对因为真的要有报酬 因为它是上半年的报酬大概都有20几% 可是其实他们在六月份的表现 就大概是你看第一名的传媒通信是10个percent 那其他大概就是5个percent上下 然后第二季呢大概也差不多10个percent左右 可是过去一年呢就是大概也是20%左右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这半年 其实是也就是说是这些科技类型相关的标的 从去年的年底到年初的修正 然后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区块 其实是在这一段时间的 就是这前五组我觉得都很认同啊 对 但后五组无法认同 后五组呢 这基本就是偷偷摸摸的 慢慢的 对 他就是慢慢的 而且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而且趁大家都还觉得他们应该没救的时候 偷偷摸摸的出现了 第六名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话美元报酬是20.96 然后他的其实一个月 不要小看他六月份哦 意大利六月份有8.74 但是第二季才4.5 所以我说他就是偷涨嘛 偷涨真的是偷涨 然后再来是西班牙 拉丽美洲 拉丽美洲 巴西 然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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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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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诚心基金评鉴台湾区业负责人曾淑云来谈到就是后面的那五党真的是那个区域真的大家都会认为他们是偷涨的 对不对 就是大家都已经放弃他们放弃治疗了 其实因为因为最主要通常来讲因为科技类股通常不是欧股的欧股的主要的成分股老实讲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在过去每次涨科技股的时候成长型的时候其实欧股都相对比较弱一点 但是这几个国家呢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基本上就是像云门姐讲一个是偷涨 再来是我自己是觉得说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精品还有观光的效应啦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最近那个观光旅游还是蛮多的 有 是真的还还蛮蛮热络的尤其现在正式暑假虽然今年暑假热到一个不行 真的我觉得我刚刚就从车上下来我已经快疯了 所以其实老实讲我很期待下雨我们把雨下一下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组的话表现上来讲 但你看所以刚刚提到那如果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都是表现比较好的组别 对不对你看平均是11.29前十名的最第十名的欧元区大型股票到还16.91 所以就表示其实中间夹杂了蛮多但是差的表现得不好 他把平均就拉拉拉拉了那其实表现最差的第一名是泰国股票 对那泰国股票呢其实老实讲过去这一整年都不好 他半年美元报酬是负的10.28 六月份是负的2.76第二季是负的7.09一年是负的2.53 也就是说其实泰国市场其实根本就是在第二季的时候下跌幅度是最大的 那我觉得因为泰国市场其实之前提到 其实像像这一波大家发现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前几名就像我们的 像你看台湾中小型跟大型基本上都是科技股嘛 那其实像日本股市其实他大概就差不多日股的组别大概是11%点多 但大家应该发现其实最近日经2.25也是有创下 就是在过去这一小段时间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新高 上半年涨了27% 对所以其实那最主要就是反映那个巴菲特积极的买进日本的五大商社这个题材嘛 对但是其实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你看不只是别的 我们现在欧洲小的亚洲小的国家 其实这个也是如果今天巴菲特的钱进去 一旦他的钱离开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要稍微小心一下 就是这些组别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觉得泰国股市也是一样的 那最主要其实泰国他们之前有一些 我觉得观光上面没有太大的影响 最主要是外资 就外资出走还有他们大选 大选带来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动荡 对就照他的股市的表现就稍微的出现了一个比较修正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次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不意外 就是表现最差的第二名就中国股票 香港股票 对都不好啊 现在不好很久了整年都不好 因为所以我记得我们上次来回顾的时候又提到吗 本来外资很看好 就是说中国在这个解封之后 他的经济复苏 但我记得我上次也提到 就是说应该有提到 就是有朋友去上海发现其实人潮都没有回来 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状况 就很多的外资撤出之后离开之后 其实现在还没有太多的回去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对中国本身也是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中国股票呢 在上半年美元报酬是负的9.56 那其次像香港也是一直还没有完全恢复 香港是负的8.06 对那中间夹杂了一个非洲股票 所以我们把它先跳过之后 会看到中国股票的A股 你看负的5.97 那你看我们这些 他一路负啊 没有好过 一路负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些 其实基本上来讲 像中国股票A股 那就更是内地的股票了 对所以其实这个组 而且他们如果我们往右边 像韵芬姐现在有表格 你往右边看 那个跟中国相关的 你看中国股票一整年是负的22.97 香港还有负的15.6 然后中国股票A股是负的22.03 这跟我们刚刚看前面的表现好的前十名 你看那个一年是正值的 两位数开头 二位的 可是你看下面的就是负的组别 其实基本上一年 一整年几乎都还是负的 所以其实他的弱势是真的就是弱 对不是只是他在第二季特别弱 或今年上半年弱 而是他从去年的 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 其实就没有太大的环转 对那像其次的话 我们刚刚讲完前五名之后 下面就一些房地产的间接 像就是一些REITs概念的 像亚洲欧洲这两个组别 都是大概-5-4 然后大概太平洋不包括日本股票 那因为刚刚提到 欧洲的这个亚洲的东南亚的表现都不好 所以其实也拖累 那日本的话 因为我刚刚提的 其实他日经涨了27个percent 然后日本组别大概平均是11个percent 所以这个组别太平洋不包括日本 这个组别有-3点多 然后再来是农产品跟房地产间接 所以你看前表现最差的10个组别里面就有三个REITs相关的组别 所以表示说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这些房地产间接的标的 其实最近如果投资人有兴趣的话 你要稍微小心一下这样 对我想插出去 就是你看到那个比较好的 当然我们平均的那个是11% 11.29 可是你帮我们跑出来 就是说表现前20名 那个报酬率都是3-40% 就是科技股或是美股 就是大概都是科技股 大概就是台股包括台股基金 所以有时候我看一看 我真的觉得还蛮替台股基金教区的 其实台湾投资长比较不喜欢台股基金 其实我觉得最近稍微气氛有一点点的变化 我觉得台股在过去这两年太跳了 真的很跳 然后呢 而且我不知道最近 芸芸姐有没有留意到前一阵子开始 其实应该从去年前 我觉得几年前的开始 但去年前年就开始蛮热 就是ETF 全部人都在发 我觉得很多那种主动型的基金 我跟妳讲那个发到2011 我看了一下大概2018年的时候 台湾发行的共同基金跟ETF的size 都还是共同基金大一点 到2019年的时候 他已经跳上去了 然后挡数 而且昨天还有朋友 分享给我那个元大的刘中胜 刘董还接受了蓬勃专访谈他在台湾努力的ETF的20年 因为刚好20年 刚好20年 对对 所以他昨天我昨天朋友还分享 Bloomber上面也有 Bloomber对 他在7月7月10号应该就昨天嘛 他接受了一个一个专访 然后就是谈出他的ETF20年的一个生涯这样子 还蛮有趣的啦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ETF 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的确是 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台股很潜跌对吧 然后就觉得 而且台股今年他们turnover rate其实也蛮高的 但我觉得这几年其实 我觉得我们不得不称赞 其实还有 我觉得就是产业 我觉得产业刚好在这几年 这几年其实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科技小岛嘛 对啦 对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都带动到 而且你看刚刚提到上半年 这个你们刚刚提到这个NVIDIA其实带动这个AI的一个题材 其实真的也也帮助 我觉得帮助台股蛮多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台股现在他们在发行的产品上面 也尽量就不像以前的这么的小 我觉得以前发发行的范围会比较窄 现在我觉得大家会慢慢 当然就是会有第一炮发出来的 会有follow而出来嘛 可是我觉得涵盖的范围比以前来讲 我觉得是广了一些 我觉得对投资来讲其实是辛苦的 因为发成这样投资怎么选啊 就相同的一样 本来就讲说你选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现在更不是嘛 现在是很多很多的 现在很难挑 然后投资人也说哪一个比较好 奇怪了你要看哪一个比较好 你要看你对你适合哪一个啊 香蕉芭蜡你觉得哪一个好 其实有时候同样一个benchmark 因为在台湾发行标的 那个基金不管是共同基金有ETF 都要有一个benchmark指标指数 我跟你讲大家根本不看 大家都只是记得那个号码 不然哪一个比较好而已 哪个号码就是看行销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把0050养成那么大了 就行销就很好记 行销花很多钱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 这里是阿赖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澄新基金评鉴 台湾区的负责人曾淑云 我们帮大家整个review一下 2023年上半年基金投资市场的回顾 刚已经有跟大家来聊过了 整个股票的表现比较好的 跟表现比较差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谈谈整个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说实在的 上半年如果你不要乱搞的话 其实应该都是有赚的 对 因为上半年的话 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主别是 美元报酬是1.28 那如果原币报酬的话大概是2.5 所以大家会觉得 所以我基本上来讲 我们如果用原币来看好 因为之前提到有些就是 exchange的问题 货币的转换问题 如果我们要看原始的 如果我们用原始币别来看的话 半年大概是2.5 然后6月份大概是0.92 然后第二季是0.69 但一年大概是3.44 也就是说其实债券 但是呢 但今年的上半年的比较 刚刚我们提到 你看我们刚回顾的时候 发现股票涨了一片 对吧 而且股票数字都很漂亮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就是 在这个原币组别里面 你会发现可转换债券 也会占得蛮高的比重 所以在10名里面就有4个组别 是可转换债券 对那可转换债券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它虽然发行的时候是债券 但是你碰到一个点 一个价格 或一个价格range的话 你是可以去把它转换成股票的 OK 那所以如果把这些剔除的话 其实表现的第一名是 全球新兴市场债券的本地货币 这个一直以来 从以前开始 就是台湾投资人非常喜欢的组别 它涵盖了新兴市场 全球还有本地货币 那它其实上半年的原币报酬 平均是7.55 然后6月份是3.72 第二季是3.04 那过去一年是11个percent 所以其实如果 投资人有抱得住他的话 就不要在这个 被那个市场波动 上冲下写情况下 应该你现在回头来看 你这个报酬率算是可接受 当然它不可能跟股票一样 这么漂亮 但我觉得我们从很多年前 就已经告诉投资人 就是债券已经不会再出现那种什么两位数的报酬了 你现在只期待它 它不要出现那个前面有一横 那个minus 就觉得很开心了嘛 对 那再来的2 3 4这组别都是可转换债券 就包括像一些美元对冲 一些其他债券 欧洲债券 那我们把这些跳过之后 再来就是美元的高收益 在美高收其实也是台湾人投资人算喜欢的 对 那其实它上半年的元币报酬是4.22 6月份是正的1.4 第二季是1.55 那一年是7.44 那其次是全高收 3.99 那一个月是 一个月份是1.35 第二季是1.41 那一年是7.6 然后再来是欧高收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上半年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债券的话 如果用元币来看 喜欢债券投资的标的的投资人 应该是还好 因为他会发现 你的全球新市场债券 本地货币跟全高收 美高收 欧高收 其实全部都摆到的前10名里面去了 对 那表现比较差的 当然就也会有跟我们前面提到的 像什么 大中华的高收益 亚洲的高收益 还有之前我们提到一些什么南非 南非币 对 像这些其实大概通常大家都比较不会 日元也不好了 日元也不好 对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大概 我觉得那个脉络在上半年的话 债券基金算是比较单纯的 就比较单纯的 就是跟区域相关的 你看大中华 亚洲高收就都不会好 但是剔除掉这些的 其他高收益跟全球市场表现 算是还OK的 那我们来谈 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谈谈那个货币好不好 对 这个货币的话 你最近又去换日元了吗 有 但是 换了之后立马后悔 为什么 因为换0.22多 立马跌到0.21多 对对对 怎么会不后悔呢 我以为你换到最低点了 没有 但是老实讲我觉得这日元 我记得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来 我就说这日元没人看得懂 没人看得懂 对 这日元真的没人看得懂啊 你看日经我们刚刚都讲 自1990年创新高耶 然后奇怪了 而且你想想看哦 这些外资 你看巴菲特还进去买 那你看这些人想要进去投资之前 是不是要先买日元 对 因为日股基本上是日元暴降嘛 那买日元照理讲 日元应该也可以撑一下吧 但我觉得他就突然触碰到0.23之后 就没有再上去了 对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们是不是根本考虑以后刷卡就好 不要囤陷 我也觉得 真的 对啊 甚至之前还有人跟我讲说 这么低了 那我去换个100万 我不想讲这100万台币还是100万日币 那我说明年一定涨两成 我说谁告诉你一定涨两成啊 你忘记有一次 有一次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在提到 我在笑我朋友 你们不是都笑的不行吗 穷到只剩下日币 我上次问我朋友说你去两趟花完了吗 他们说还没 还没 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其实应该是讲说 如果你短期有旅游需求 你可能可以带一点现钞 因为我觉得老实讲 我觉得我现在观察日本旅行之后发现 日本其实是我们现在去的几个地方去旅行 你会发现现金交易算是一个接受度很高的国家 你钱给他 他现在只有部分的一些商务旅馆 他要求你就说 他说你chain in的时候 他不收现金 你就是一定刷卡 但是其实基本上很多店都还是接受你付现金给他 可是然后包括你连坐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日本做过那个工 就是巴士或是那些 他们其实你坐公车的话 你知道你上车要拿一个整理券 然后那整理券上面会有你的 你是第几站上车 然后你下车的时候你就对照一下那个司机后面那个板子 就是第几站下车 大概比如说180车支还是210车支 然后你再投钱 如果我们没有买他的那个什么西瓜卡那些 或是外国人的那种通行证的话 你就投钱 所以他接受度还很高 可是老实讲现在蛮多地方 我们不要说中国那个太极致了 现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是逼就进去付钱 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环境真的还是 我觉得他的进展 老实讲我觉得他现代化的进展比较慢一些 相对来讲比较慢一些 我觉得他可能因为之前太强了 所以现在我就比较像欧洲的 像欧洲的一些像英国这些早期发展的国家 然后但是现在就很多的很多的硬体设施 还有很多的环节 其实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进化到很现代化 那日元不要买了 美元要不要买 美元我觉得最近台币相对上来讲是弱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再回到 我觉得至少爬一点回去的话 我也会换一些了 因为因为这一波 因为大家现在有一种氛围说 你以为只有日元会扁吗 我们台湾也在亚洲啊 所以他们就会有连带性 但我觉得产业有点不一样 所以产业的方向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你看在走科技的时候 台湾的科技股你看光我们回顾 这个组别跟单一个股 我觉得就标的蛮凶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觉得不管过度的升值或贬值 其实对我们的产业都有不同面向的影响 对啦 对但我是觉得如果他像这31点多 我觉得稍微还弱了一些 对啊台币上半年还是贬的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可以稍微的 我没有期待他走向那个前两年那什么2829 但我觉得如果在30块附近的话 我会觉得投资还是可以留意一下 对但是现在 所以对我现在认证觉得日元刷卡就好 哈哈哈哈 你在觉悟啊你啊 不是你要想你下一趟什么时候去 你中间你干嘛抱着一堆现钞 一直一直在等着 而且他没利息 你也没法 你存进去也没有利息啊 领出来还要付手续费呗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人民币就比较不问了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问其实最多还是美元跟日元 不过日元说实在就像你讲的 就是买到人都是把它花掉 你不会去投资嘛 你怎么投资 你看他上半年我们现在看到表上半年是对美元是跌了8.71 然后一年是跌了6个percent 对啊 然后其实这一季跌更多跌7.92 所以其实顶下人的 对他那个货币波动还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他最主要是他没有息 你去投资他没有太大 因为他很多的债 他的债券基本上都是他们当地人被政府买去了 所以其实他基本上对那个利息 还有对货币政策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不敏感的国家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曾经基金评鉴 台湾区的负责人曾淑云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淑云 谢谢